小邋遢亨利 亨利是一只食肉牛龙 他非常调皮 是个小土匪 常常弄得全身脏兮兮的 他喜欢钻进树丛里 哇哦 太有趣了 他喜欢在沙土上打滚 哇 吆死我了 有时 他还会在地上挖个大坑 然后躺进去 哇 真凉快呀 无论亨利把自己弄得多脏 妈妈都不会责怪他 可是 到了洗澡的时候 亨利的理由就来了 嗯 不洗吗 我就是不喜欢洗澡 亨利大喊 你这么脏 怎么可以不洗澡 妈妈把亨利拉进卫生间 我不行 我不行 刚坐到澡盆里 亨利就大声嚷嚷起来 哎呦呦 水太凉了 我要被冻死了 那妈妈给你加点热水 哎呦呦呦 水太烫了 烫死我了 可是妈妈觉得水温正合适 哎呀 肥皂不清眼睛啊 亨利假装用手揉眼睛 不会的 妈妈只在你背上擦了肥皂呀 好疼 妈妈你做得太用力了 亨利扭着身子 满得喊道 哦 对不起 可是你太脏了 妈妈必须要搓干净 妈妈不理亨利 继续给他搓澡 等亨利洗完澡 妈妈一块泪趴下了 我算洗完了 可像这样的事 每天都在重复 我再也不要洗澡了 雨下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澡 天气格外凉爽 亨利专门起了个大枣 他早就想好了今天的玩耍日程 啊 土地是松软的 多么舒服呀 哇 雨水凉凉的 多么舒适 多么舒爽呀 瞧 亨利昨天挖的小土坑 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泥坑 哇 真是好惬意呀 不一会儿 亨利就泡在泥坑里睡着了 中午 四眼的阳光把他晒醒了 好渴 哎呀 我怎么变得这么重呢 他使劲从泥坑里站起来 然后艰难地往家里走 哎呦 好痒痒啊 亨利自言自语 回家的路上 亨利遇到吉米 嘿 吉米 鬼啊 吉米尖叫着逃跑了 嗯 吉米怎么跑了 亨利觉得真奇怪 走了一会儿 亨利又碰见比萨 喂 比萨 啊 鬼啊 比萨也大叫一声 跑得更快了 哎 比萨怎么也不理我了 亨利更奇怪了 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正在院子里扫树叶 刚抬起头 就扔掉扫把 跑回家去了 天哪 妖怪 大家都不理我 连妈妈也是这样 哼 哼 哼 亨利伤心地哭了起来 哼 好渴 我得先去吃汤喝点水 亨利心想 啊 有妖怪 亨利尖叫起来 他看到水里有一个黑黑的妖怪 啊 原来是我自己啊 哎 怪不得他们都躲着我 我真的不应该玩得这么脏 还弄得全身都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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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